尊敬的戰友們好,你們堅持了嗎? 現在我這個理化成政治時間了,咱們呢,很多投資人說,在這兒看,說,哎喲,Miles,你不能理吧! 有人說,把胡子理了,留長話,醒來吧! 把編了所有懦弱,分為那何如其人手? 要埋葬那些惡的中國, 跌鎖一般多,這就是我的一生! 戰友快醒來,從此要斬著火,我們砸碎著鐵鎖! 哎喲,這哥一仗著就來,哎喲,我的媽呀! 我在旁邊開著會呢,我不能說太長時間,人家翻譯著,運動著,開著會! 剛剛給咱們,這個,在中東的戰友們開完會,早上見到人家睡覺, 啊,這邊還有這兩個會,馬上出去開會,所以我今天說不太長時間, 抱歉,兄弟姐妹們,現在世界之亂,遠以中共,世界之災,遠沒開始! 但是,經濟大戰,金融大戰,到最後與中共啊,徹底脫鉤,還很遙遠! 記住啊,官僚,官僚,還有愚蠢,還有愚弄百姓,這些年成功的狂妄, 那得折騰一段時間啊,起起伏伏,救世啊,脫世啊,騙世啊,還有騙世啊, 騙世啊,那要很長時間,不要有任何教訓信息。 我知道那兩個大的牛叉,家裡又有人跳樓的,一個是在亞洲,一個在歐洲的, 那都是多牛的人啊,那都負三代,那錢好像是一千代花不完的錢, 一下子全沒了,是吧?錢這個東西,只要多過你不需要的部分,早晚被弄走, 要麼你平緩地給你一個不相關的人,所謂被寄成遺產了,你也死囚了, 要麼就是被別人搶走了,不可能去第三個地方,是吧? 人家說,真的是多餘的錢,多餘的東西,對你最後都是禍害, 就像人這個長瘤一樣,你多長了瘤,那就是多餘的肉,那就是癌症, 太多的錢,都是禍害,為什麼這些人非要在不到三萬多天的一個生命裡, 要擁有人家一千年的財富呢,這本身就是個禍害,就是個瘤, 新中國聯邦人但願有錢,真的能懂得,你活著是來修,找你的本尊, 而不是為那些財富,和你花不完的錢,如果你能花掉也行, 你人家能花幾個億,你能花一千個億也行,你別佐,你別吸毒,你別玩弄女人,是吧?也行啊! 是吧?我就不拿,我就拿了本,你為什麼要那麼多錢呢?是吧? 七個千個九千太多了,擁有國家的錢,要多錢幹啥? 如果他能給你帶來正義還可以,只帶來物質享受,你不需要那麼多錢,是吧? 但是現在很多人卻不是因為自己要錢,他是拿錢要你的命, 他要你永遠的你家族的命,那叫什麼?財富控制,財富控制, 但是時間長了就叫財富危機,財富危機就叫財富重新分配, 重新配配完再確定,再來一波高潮,再來一波低潮, 只要在這個環當中的都叫惡性循環,你就是錢的奴隸, 新中國聯邦人會告訴你,讓你擁有一個人間最好的, 中高等的或者很高的財富的擁有和享受的權利,但不允許。 任何人,你把別人當了財富的奴隸,或你被當了財富的奴隸, 這才是我們追求。咱們要幹的事有多大,幾個等啊? 像銀行,全世界現在天上飄著烏鴉鴉的錢,跟雲子還一樣, 去哪兒都不知道,只有咱們所有今天。 未來咱的系統,只要你不想,不想花或者你放在這個錢, 你覺得擔心或者留了以後花的錢,你不用擔心安全問題, 洗聯儲。咱咋讓洗聯儲放在這個錢,一百年都保證你安全。 還有幾個條,第一,放在銀行的錢不允許投資,不允許動。 第二,放在銀行的錢,任何個情況下,我可以有兩到三種, 比如說我可以拿黃金走,第二,我可以拿數字貨幣走, 然後我隨時可以支付,你不保證這個你沒有。 那我怎麼保證這東西永恆呢?不被貶值呢? 非常簡單,只有臉上,數字中的黃金,就未來有一種幣。 你任何情況下你買,比如說洗幣為了, 恆定的站在什麼情況下,它只有一線的數量, 它就是數字的黃金,你買它最低不會跌多少? 你可以買洗幣,包括洗幣的穩定比,金比, 可以隨時兌現黃金,黃金穩定嗎?是吧?有個黃金。 第三,放在這個未來洗聯儲的銀行的錢, 不是給你利息,是你給它利息。它替你存著錢, 它保證你錢不動,但它存著你要給利息, 保證你錢不動,是在多方監管下。 隨時可以調動,隨時可以換上數字黃金幣, 隨時可以變成黃金,是吧?而且你要付利息。 這才叫洗聯儲。是吧?走著看,沒人這麼做。 凡是任何銀行你存進去的錢,它給你拿做投資了, 它都是不安全的。只是哪一天而已, 行不倒,有人偷你的。沒人偷,行不倒,國倒了。 行不倒,沒人偷,國不倒,戰爭來了,你也沒了。 所以錢花出去的是你的,不花你放在銀行裡邊的。 不是人到天堂錢在銀行,是因為你錢在銀行, 人必須去天堂。咱們未來就幹的事情, 就是讓人類所有你的密碼和控制的權力, 無勇之父,天上,所有你的錢放進去, 不需要任何人,你報告給任何人, 這是很愚蠢,你有多少錢,為什麼報告給別人呢? 是吧?完全是區塊錢花。你放在那兒,沒有人知道, 只有你一個人知道。就這麼牛。 然後你說,我想把它換成黃金,瞬間換成黃金。 然後你放在那兒,唯一的跟過去一樣, 你也得付給我錢,不是我付給你, 因為我不動你的錢。你想拿那個利息, 你的錢就沒有安全感,百分之百安全感沒有。 你放在我們這兒,就有絕對的安全感, 永遠不會有什麼東西。隨時可流通, 隨時可流通,百分之百的有黃金保值, 數字黃金保值,喝!在銀行裡的現金給他。 你若不相信啊,咱們揍著看, 我們砸碎這鐵索。 要砸碎很多愚蠢的傳統的鐵索。 共產黨,你完了! 哈哈,你動了全世界的奶酪。 然後你還威脅了全世界的安全。 然後你跟全人類最牛殺的人作戰。 你不完蛋,誰完蛋啊! 想回去不行了,回不去了。 啊!